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來到樂華夜市的 拿督肉骨茶永和店 這是新開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它就是在樂華夜市裡面 好像大概知道在哪裡了 它旁邊一個比較明顯的 就是叫 然後 好吃當歸鴨麵線 那菜單在這邊可能要詢問一下 老闆你好 我想要請一下你們這個怎麼點 套餐140嗎 這邊有菜單 這邊有菜單 全是用菜單點的嗎 這邊有比較大的菜單 比較大的菜單 好 每次一樣 那140是套餐嗎還是 140是經典 它等於算中和的 因為什麼料都用 喔這樣 那如果要吃飽有配套餐是 其實這哪個套餐 配主食或飯 裡面都會好 喔這樣 就是經典的午茶這樣 經典會比較 會更飽一些 喔這樣 那我如果說要配就是配白飯這樣 肉燥飯 另外加點 肉燥飯或是 冬粉阿 黃紫麵跟肉燥麵都可以選擇 喔這樣 你這樣拍照我會很緊張 喔很緊張嗎 沒有 我先補個腮黃 我先補個腮黃 哈哈 喔喔喔喔喔 OKOK 喔喔 這個算是新加坡對不對 馬來西亞 喔馬來西亞 我點經典好了 好啊 謝謝 好那要先結喔 然後那個飯面是另外的 所以我剛剛再給你一碗白飯 嗯 你請說 它就是熱苦能糖 在馬來西亞原來這樣子 然後他們比較重口味 比較重口味 他們都用五花肉 為了台灣已經開始加了蔬菜阿 會 牆面上大概也會寫啦 大概就是為了一些冬粉阿 豆腐阿 金針菇阿 蔬菜阿 一些他們愛吃的東西都加進去 原料比較清淡一些的 喔這樣 可以試看看啦 有點調整台灣的口味 所以有調整 但是藥方沒有變 藥方沒有變 就是味道減落這樣子 喔這樣子 然後中藥是一模一樣 然後不敢少任何一分 好懂了 老師不過來看到我會罵我 就是這個銀河湯口味 所以多加一些蔬菜這樣 小小的改變 加了很多蔬菜阿 OK 就是變成說 在馬來西亞正常就只有熱苦跟湯 就那麼簡單 喔這樣 然後他們比較重口味 他們等一下叫本家 然後為了台灣還增加了一些 肉燥飯阿 黃子麵阿 冬粉阿 肉燥麵這些東西 那邊都沒有 那邊很簡單就是配白飯 不然就是配薄草 喔我懂了 所以他們口味是比較重 那台灣是喜歡講喝湯嘛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就把湯的用品清淡和清爽 OK 好謝謝 那美女的鏡頭也照一下 好 不用嗎 哈哈哈哈 就害羞了 好害羞了 好OK 好那內用具還蠻寬敞的 大概可以坐20個人吧 那這邊牆上就寫了這個 肉骨茶的功效 還有拿督的由來 原汁骨馬來語 呃 好 那後面這段話跟我上次在這個 黃亞西照的一樣 他是寫這個肉骨茶的起源 跟那邊寫的差不多 然後那牆上就有寫這個 沾醬 最好吃 有青醬油 那 那就吃吃看原味啦 那這邊還有菜單可以看一下 好 那原本下面有個小爐子 這樣子在加熱 那我覺得應該是不用 好 那主體就是這樣 料還蠻豐富的 有油條 有豆皮這些 好 那就喝喝看湯頭 嗯 湯頭就是有 要燉的味道 跟蔬菜的甜味 還不錯 感覺應該是蠻正宗的口味吧 然後再做一點改良 好 這個是豬肉片 好那老闆叫我調了一個這個 青醬油的 加蒜碎跟辣椒的醬汁 其實有點類似小火鍋的吃法 好 感覺湯頭還蠻清甜的 好 加上醬料吃確實是比較有味道 好 感覺還蠻不錯的 好那繼續吃吃看 然後這個是豆腐 太嫩的 沒辦法去蘸掉 蠻嫩的 不錯 碎掉了 那油條應該就是吸這個湯汁吧 嗯 好 吸湯汁這樣吃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吸湯汁這樣吃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吸湯汁這樣吃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油條還蠻酥脆的 好 油條還蠻酥脆的 好 吃豬皮好 趕快平分喔 那跟這個台灣藥燉排骨的位置是一樣的 好 那肉燉的還蠻軟嫩的 好 那沾點這個 老闆建議的 蒜頭辣椒青醬油 嗯嗯嗯 好 吃起來很有味道 喔 其實它蘸了這個蘸醬之後 感覺吃起來味道蠻濃郁的喔 好 那我覺得分數是 九十三分 還蠻不錯的喔 感覺就是一道這個特色餐 蠻好吃的 它真的這樣蘸醬之後味道變得比較濃郁耶 嗯嗯嗯 啊 好吃 好像還不錯啦 蔬菜還蠻多的 然後在夜市這樣價格我覺得 差不多啦 然後裡面冷氣還蠻強的 嗯 口味還不錯 嗯 口味還不錯 還帶著這個微微的甜味 藥材的味道喔 嗯 好吃 不過你可能是要比較喜歡肉骨茶的人 就會喜歡這個啦 然後湯頭很濃郁中 帶著清爽的蔬菜乾甜味 好 那下的湯我就配白飯吃 然後肉有兩條 兩根啦 有肥有瘦這樣喔 OK 可以看到肉燉到 用筷子夾就夾得起來 然後老闆還蠻客氣的喔 從背景就可以聽到 他對客戶還蠻貼心的問候 肉燉的蠻軟嫩的 嗯 嗯 好吃 旁邊的顧客也有講啊 他的湯頭就帶著乾甜乾甜的味道 嗯 好吃 好 那我就配白飯吃了 那這個肉骨茶菜就是這樣 覺得還蠻適合女生吃的味道 好 我不知道這樣正不正統啦 總之我是把這個飯拿去湯泡飯這樣吃 因為我這個時間有限也要上班啦 那這個 就沒什麼好看的 就大致上是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蝦醬辣拌麵 然後剛剛老闆講說這個是豬後腿肉 肉燥蝦醬 還有小黃瓜 還有蒜碎 好 那現在吃吃看 好 那左邊的美女照一下 那店內可以看到 他這個上面就是有鳥籠 蠻特別的 好 那現在已經拌好了 就吃吃看 感覺就是一個很平民的小吃喔 但是我現在有點飽了 哈哈 嗯 嗯 他辣度大概是中辣 然後帶著這個淡淡的甜味 然後蝦醬的味道蠻濃郁的喔 還不錯 它是有點這種香辣香辣的感覺喔 感覺有點像我上次吃那種乾拌麵的味道有點像 帶著某種中藥材的味道 然後有蝦子的鮮味喔 然後越吃越辣 它是屬於後勁的 大概中辣左右 喔 這個要配飲料 喔 小孩子不適合 喔 蠻辣的 喔 真的還蠻辣的 大概中到大辣左右了喔 是好吃阿 但是還蠻辣的喔 我覺得不錯啦 蠻有特色的 你敢吃辣的人會覺得這個麵蠻好吃的 帶著一點肉醬 我想這應該就是馬來西亞這個 平民小吃啦 喔喔喔喔 蠻有特色的 雖然是很 很普通的食材加進去 然後吃起來味道就蠻不一樣的 喔 然後我覺得分數是88分 還不錯 蠻辣勁蠻強的 喔 鼻涕都流出來了 超辣的 我記得小孩子不要吃阿 不然你會辣到會 會叫爸爸媽媽 喔 感覺這個豬肉就還蠻好吃的 喔 那敢吃辣朋友可以試試看 我感覺感冒應該很快就會好了 用這個熱氣給他把那寒氣逼出來 哈哈 這樣應該比較快好 蠻辣 還蠻有深度的阿 就是辣椒加上這個蒜頭 然後搭配起來的味道 有點像蒜頭麵 然後再加上別的料 還不錯 好那辣乎乎的 就配上這邊 飲料叫 漢羅蜜 應該是彭大海類似那種感覺 好現在就喝喝看 其實喝起來就很像蓬大海那種感覺 好那這邊就有喝的羅漢果的說明 防止老化 對我需要 然後這個 炙百日咳 彈火咳嗽 那這個我現在需要 不錯 好那這邊寫了他們煮材料的說明 我覺得他們這個肉苦茶還蠻好吃的阿 然後這個喝起來 就很像蓬大海的味道 好啦沒關係阿 就是羅漢蜜 羅漢蜜 他的正確名稱 差點都說錯 不是果啦 羅漢蜜 就是羅漢蜜的味道 然後加上這個 應該是冰糖的味道吧 羅漢蜜的味道大概三分吧 然後甜度大概兩分 剩下是水的味道 就清爽清爽的 然後喝起來還 感覺很有功效的感覺 感覺 欸 他裡面還有一些材料看得到 喔厲害喔 好像是乾 好像是甘草的東西 對 喝的酒 他就是 羅漢果 玉竹 甘草 羅漢蜜就是四種而已 全部天然爽生爽 他效果跟紅大海很像 爽生爽頭的 然後馬下還想吃羅漢蜜 OK 感覺老闆 這個餐點都很用心 謝謝謝謝 是去那邊 因為我 我正在澳洲留學嘛 那再拍一下 總之老闆還蠻好客的 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就是在這個樂華夜市裡面 好 因為這個名片還沒有印出來 然後這是在樂華夜市的拿督肉骨茶 好 那剛剛老闆講了一點 總之他是在澳洲留學的時候 後來偶然就是到這個馬來西亞 吃了這個 這個熱骨茶 很喜歡 所以拜託那邊的師傅 教他技術 然後把這個 熱骨茶帶回台灣來 然後目前總共開了三間店 今天我吃的這個是 永和店 地址在永和區永平路135號 熱華夜市內 那個人覺得他們的熱骨茶 這些湯頭都還蠻不錯的喔 應該算紅湯吧 還不錯 然後餐點都很有特色 老闆也很客氣 然後 店內的冷氣也蠻強的 所以我覺得蠻不錯的 可以來試試看 在夜市裡面算是 普通的價格啦 評價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